聚光灯下 她可难追了 我笑着说了句 主持人感慨了声 惊讶到 看来宋夫人眼光不错 早早地选了宋总这支钱力骨 现在夫妻恩爱 令人羡慕 宋王温声回答 我也很幸运 能被柔柔喜欢 我和宋王相视而笑 闪光灯不停闪烁 为这次的财经杂志的封面 留下重要的素材 然而只有我知道 我和宋王相视十年 我追了她六年 在那六年间 宋王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苏柔 我们不适合 她说得真心实意 而我 在那个时候 默默接过一袋刚收来的破烂 开始奋奸 我用行动告诉她 我知道了 宋王把我送上车 叮嘱司机慢一些 接着自己去赴另一个酒局 她弯腰 温声说 晚上可能会晚一点回去 你要是无聊 可以找唐薇他们过来陪你 我眼尖的瞥见 后方草垛里像是有镜头 我会议 主动和她抱了一下 鼓龙水的味道 充斥着我的鼻腔 少喝点 宋王眼神温柔 挥了挥手 司机发车 没一会儿 已经看不见她的人影了 司机羡慕到 宋总和您的感情 可真好啊 我笑了笑 所有人都这么觉得 我和宋王是大学校友 大二那年 一次学生会聚餐 宣传部部长杨林说 给我们带了个单身帅哥来 让大家都抓点紧 不要放跑这只小羊羔 果然 宋王一露面 就获得了女生们的亲眼 她是杨林的室友 家教的学生生病了 晚上没事 于是被拉着过来 凑个人数 因为她在 不少平时豪放的女生 都温柔了起来 宋王不怎么爱说话 明明长得清俊秀气 却穿着不合身的打扮 碰壁多了后 其他女生也就歇了心思 纷纷感慨 难怪长得这么帅 也没什么名声 原来是个感情绝缘体 然而我却注意到 她在喝下那杯调酒时 皱起的霉和浅浅的咳嗽声 以及得知那杯酒需要四十八时 宋王竟然一口将其闷了 我当时没忍住笑了 看得其他人莫名其妙 我没告诉他们 只把这个当作 是我一人发现的惊喜 在聚会结束后 我加了她的联系方式 她看起来有些诧异 不过旁边有人看着 似乎是为我的面子着想 她同意了 朋友开始起哄 我被特意留下来 和宋王一起回学校 回去的路上 我不停地寻找共同话题 她不深不浅地聊着 我向来不利于表达好感 尤其对方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 也因此 我收获了宋王认真的一句 苏柔 我们不合适 同时 这也是未来数不清这句话的开篇 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剧 等到了十一点 宋王醉醺醺醺地回来 我扶着她去浴室 刚要给她脱下衣服洗澡 她靠在墙上 和我说今晚酒局上碰到的事 白城集团经营不善 老总在四处求人投资 现在求到了她头上 然而当初她生意刚刚做大 踏进这个圈子 却被白城集团的老总嘲讽 山鸡飞上枝头 也不知道能装到什么时候 两人的过节我也知道 甚至那天晚上还陪着喝醉的宋王怒骂过白城老总 现在两人形势逆转 宋王自然毫不快意 宋王吃笑了声 冯化天主动找我和解 自罚了一斤白酒 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心情 我看着她像是在笑的眼睛 轻声问 那你现在是要落井下石 踩她一脚 伤海浮沉 这种事情在和宋王创业期间我也见过不少 宋王摇头 笑了笑 不 我会投钱给她 帮她渡过难关 不过 她自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价格 宋王的旺江集团面临上市 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她这样子做 估计就是为了上市 我手上动作没停 手指在触碰到她衬衣领口的肌肤时 宋王不露痕迹地往旁边挪了挪 她伸手挡住我 宋王略带酒意地盯着我 我自己来就行 你喝醉了 不太方便 我平静道 宋王眼神闪动 洗澡而已 不用麻烦你 宋王 我们结婚快三年了 我不知道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说出的这句话 只觉得说不出的疲倦和无奈 聚光灯下的 我和宋王是神仙眷侣 伤海中人人称赞的宋总宋夫人 但也仅仅如此罢了 宋王抗拒私下里和我的一切亲近 他在听见我说这句话后没有回应 只是偏过头 靠在浴室墙上 不再看我 但另一只手坚定地挡在了我身前 我沉默地起身 他可以为了上士和我表现得抗力情深 也可以为了上士原谅过往仇家 唯独对我 永远把我放在沟壑的另一端 任凭我怎么去讨好他 也不愿意有一丝的怜悯和同情 我都明白 他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 所以永远也没有我的位置 只是还是难过罢了 高峰之灶的董事长夫人组了个局 约我去看画展 像这样的聚会 宋王一直希望我多参加 和那些公司老总的夫人一起闲聊 偶尔能够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而我也乐于如此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 他才会格外认真的听我说话 画展开在一个中心街区 分为一层和二层 刘夫人她们就在二楼的那间雅士等我 还没进门 我就听见里面一片欢声笑语 是吗 程小姐真会说话 我哪有你们年轻人这么有活力 怎么会 刘夫人你看起来和我姐姐差不多大 孩子也就七八岁吧 我站在门口 看见刘夫人被哄得言笑艳艳 孟夫人和方夫人端向着一幅画作 小柔到了呀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成双城小姐 在法国深造多年 刚回国 这次也是她举办的画展 我迈着步子进去 成双站了起身向我走来 友好的伸出手 你好啊 宋夫人 我平住呼吸 扯了扯嘴角 你好 握手的那一瞬间 成双眉眼弯弯 亲和力满分 然而我却从心底感受到一丝良意 成双回来了 她仍旧是那副自信满满的表情 温和亲切 可以和任何人很快打好关系 我沉默地坐到沙发一侧 看着桌上那盆大叶莲正正出神 没一会儿 孟夫人招了招手 好奇道 小柔 你快看看这幅画里的人 像不像宋总 她指着雅士墙上挂着的那幅画作 画中 青年在海边弹着吉他 穿着白色裙子的女人 抓了只螃蟹 正在吓唬青年 青年露着侧脸 眼尾的淡红色小致 让本就温柔的眼神愈发柔软 充斥着爱意 不过好像没听过宋总还会弹吉他 只能说帅哥长相都是有相似之处的 成双蛋笑着问 宋总 孟夫人语气羡慕道 就是小柔的丈夫 旺江集团的董事长 那可是我们是有名的恩爱夫妻 结婚好几年了还这么甜甜蜜蜜 是吗 那还真是令人羡慕 成双温声应了句 得体舒服 我站在话前 胸口闷闷地让人难以喘气 明明成双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哎 这画上的女人是成小姐 方夫人打量了下 才发觉画中那人的穿着和成双 现在穿得如出一辙 成双玩耳 紧接着他们又开始八卦起了画上的那个男人是谁 成双富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是我的初恋 就算是富太太对于八卦也是十分好奇的 于是又开始问成双的爱情故事 成双说 她的初恋很帅 脾气很好 对别人距人于千里之外 唯独对她特别照顾 她的初恋还特地学会吉他 因此手指都伤到了 还想办法在她生日的时候在海边布置惊喜 刘夫人和方夫人连连感慨 年轻人的爱情真是甜蜜 哪像他们老公 浪漫两个字怎么写都不会 我们这些人 估摸着也就小柔体会过爱情的甜蜜了 那最后为什么没在一起呢 成双文言也轻轻叹了口气 我当时拿到了巴黎一个学校的offer 她也想要跟过来 可惜没有申请上 之后一国他乡 又有时差 难免生疏 她话里话外都是对这段感情的惋惜 连带着其他几人 也跟着有些恶腕 那你现在可要赶紧联系联系初恋 也许人家还爱着你 万一成了 那也是一段佳话 方夫人见我一直不说话 还以为我被他们 夸我和颂望的恩爱而害羞 还调侃我 难道不应该觉得自豪吗 能够把一个男人的心抓得这么死 他们都很羡慕 我都能想到 我的脸色此刻有多么苍白 因为成双说的那些故事 我都知道 甚至还旁观过部分 总结起来 我是成双甜蜜爱情的见证 嗯 她和颂望的 颂望学的是国际贸易 大三的课程排得很满 为了和她多接触一些 我去找了熟悉的朋友 在他们的口中 颂望很孤僻 除了摄友 基本没有什么朋友 也没有什么社交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兼职 唐薇给我出主意 让我像快口香糖一样粘上去 所谓烈男怕蝉女 我嗤之以鼻 转头蹲手在她去家教的路上 等着她兼职结束 她并不喜欢这样 只是架不住我脸皮后 泰然自若地说出那句路这么宽 走同一条路不是很正常的吗 宋王买不了路 当然只能忍我 尽管她对我还是那样不嫌不淡 总归算是有进步 而真正让我们关系更近一些 是那次下雪 她发了高烧 实在起不来去上课 她打电话给我 鼻音浑浊 声音断断续续的 她教的那个初三学生快要期末考了 复习进度不能拖慢 宋王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帮忙上两节课 课时费用给我 正愁找不到机会献殷勤的我 毫不犹豫答应了 家教的学生小声对我说 她还以为宋老师是铁人 没想到也会找对象 我板着脸上玩了课 却无法一直因为这句话而心花怒放 最后还请她吃了顿炸鸡 以此来换取宋王的一些消息 宋王烧了三天才降下来 她病好之后 为了还人情 第一次主动约我吃饭 晚上六点 红韵餐厅 我精心准备了一个妆容 准时到了餐厅 可宋王迟迟没到 心想着她可能有事 再等等就是了 不成想 宋王打电话给我 问我怎么还没有到 反应过来不对后 我装作自己迷路了 从她那里问到了餐厅地址 是在学校后接的一个苍蝇馆子 红韵餐厅 这家店位置偏僻 人不多 桌椅上都浮着一层油 宋王就坐在门内 那桌安静地等我 见到我来 她打了个招呼 我坐在她对面 旁边椅子连着墙壁上的蜘蛛网 我有些无所适从地把包放在了自己腿上 宋王正了正 随后偏过眼 把沾着油脂的塑料菜单给我 菜单上种类不多 但每样菜的价格都很便宜 不会超过25 这家店你常来吗 有什么特色菜推荐 我尽量平静 不让自己显得手足无措 然而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蜘蛛 还是让我差点尖叫 我胆子并不小 只是南方虫子对于北方人来说 实在是隔了一道次元壁 宋王看得出来 放下菜单 自嘲且认真的说 苏柔 看见没 我们之间隔着很多东西 在其他人享受大学带来的轻松快意时 他需要不停地做兼职 去赚钱 还需要兼顾学业 一课也不能停歇 他想要请人吃饭 也只能去最普通便宜的馆子 接受性价比带来的普通环境 这些东西哪怕不说 仍旧清晰地横跟在我们面前 我接过菜单 点了个回锅肉 水煮肉片 还有食书和橙汁 你还要加菜吗 宋王愣了愣 大概是怀疑自己刚才难不成说得太隐晦了 我当然听得懂 我是个很会看颜色的人 只不过 那时候的我坚定地认为 只要真心喜欢 那么一切外因都可以克服 可在我绞尽脑汁 去清除宋王与我之间的外因时 我才发现 原来最大的困难并非家境 也不是性格 而是心有所属 我和宋王算得上关系还可以的朋友 因此很轻松的 我知道了他心底有一个人 成双 宋王的青梅竹马 两人来自同一所高中 高考田志愿约定好 一起来这里 第一次听见宋王提及成双时 同样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眼睛因为一个名字而发光 宋王说 成双喜欢跳舞 不过最喜欢的是画画 一直在为去法国做准备 宋王还说 他也要去法国 这样才好近距离照顾成双 不然刘成双一人在国外上学 他不放心 宋王更说 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要让成双幸福 所有的未来中 宋王设想的都是成双 小柔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是不是不舒服 刘夫人虽然偶尔脾气大 看着不好相处 但总是可以照顾到旁边人的情绪 没事 大概是昨天吹了些风 有些着凉 他埋怨道 不舒服 你和我们说一声就是了 干嘛还真的过来 我扯了扯嘴角 这不是好几天没见姐姐们 想你们了 顺便蹭个饭吃 几人又哭又笑 准备带我去医院做个检查 我拒绝了 只说坐一会儿就好 让他们不要因为 我耽误了参观画展 成双温生劝说刘夫人他们 还派了工作人员跟着 她作为主人家 就留下来照顾我 他们更是称赞成双的和善体贴 见我没有反驳 也就跟着出去了 静视内只剩下我和成双 沉默了会儿 我主动开口打破沉静 好久不见了 成双 她微笑着说 宋王没有和你说我回来的事吗 我还以为你今天见到我 应该不会觉得惊讶 算一算也有六七年不见了 我都还没有谢谢你 这些年照顾宋王 她泰然自若地 把自己和宋王摆在统一阵线上 将我放在对面 又是熟悉的阵型 尽管我才是宋王的正牌妻子 共度一生的人 可成双明显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 还和宋王见过面 他却瞒着我 不让我知道 他是觉得我 心眼到不让他们见面 还是会极度心 发作地对他又打又骂 手指忍不住掐了掐掌心 我下意识地替宋王开脱 他应该是最近太忙了 忘记和我说 成双轻笑了声 也对 他虽然从前记忆力很不错 但都过去这么久了 难免会有变化 对了 今晚我和宋王约好 一起去清零古镇吃饭 你要一起来吗 我几乎用尽所有力气 才让自己不露出沮丧的神情 运用着面对记者学来的公式化的笑容 祝你们吃得高兴些 我想起来 公司还有些事 麻烦你帮我和刘夫人他们说一声 我都能想象出来 自己现在这副仓皇逃窜的背影 有多么好笑 成双的几句话 就轻而易举地击破了我的防线 令我溃不成军 但是想想 我似乎也没有什么盔甲 能够让我抵御这一切 也许 现在打电话给宋王 他听了之后会皱眉 让我不要闹了 再把一切归咎到 我不明事理 非要去找成双的麻烦 离开这片街区后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因为创文 街上明显比平时干净了不少 还记得当初 我和宋王捡垃圾 收破烂的时候 最常打交道的 就是那令人厌恶的臭味 那时宋王出国申请没有通过 家里奶奶又生病 急需一大笔钱 她借不到钱 又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忙 最终用一点积蓄租了辆三轮车 来收废品来赚钱 天气炎热 只在路上走都容易中暑 我和宋王就撩着袖子 从各家回收而来的垃圾废品中整理分类 偶尔还能够找出腐烂了的食物 酸味和臭味交织 无法言语的味道 第一次我吐了 宋王面无表情地让我回去 他和我不一样 他也不需要我为他做这么多 我强忍着臭味 告诉他我可以做到 连手套都没戴紧时 就继续上手 为了省钱 午饭宋王定的菜市场七块钱一人的盒饭 一荤一素 饭不限量 菜上面的油明显过量 米饭口感很硬 宋王以为我会被这些困难给吓退 可我只是回去之后 开始上网查资料 做笔记 看看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参考 我陪着他度过了最困难的六年 从收废品到开公司创业 付出了不知多少汗水 而宋王哪怕没明说 也没有改变他曾经落下的评判 我们不合适 我打了个电话给他 告诉我今晚准备煮螺丝粉火锅 最近这个特别火 晚上要不要回来吃饭 宋王声音缠缠 今晚不回去了 我有个局 抱歉 去哪儿 宋王顿了下 清零古镇 我的心沉了下去 好一会儿才低声问 和谁 重要吗 不重要的话不能推了吗 我想和你一起试试这个火锅 宋王似乎不太高兴 你平时从不干涉我去酒局的 话到了口中 可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我想告诉他我不希望他去见成双 想要他承认他欺骗了我 但我也清楚 这些毫无意义 他只是把妻子这个身份送给了我 心病没有 当晚我没有回家 唐薇看见我的表情 便猜到了七八分 他是唯一知道我和宋王真实情况的 也曾劝过我放弃 然而几次之后 他便不再做无用功了 你来得倒是巧 你前两天 小浩不是转发了一条朋友圈吗 我正准备今晚试试 到时候再喊你过来吃 餐厅桌上摆着的 恰好是螺丝粉火锅 还有许多我想吃的菜 原本还能够坚持住的我 忽然觉得有些难挨 原来被人关心惦记的感觉 是这么的好 不需要多复杂 仅仅只是一顿火锅 就可以让人觉得满足 唐薇下好菜 给我盛了小半碗汤尝尝味道 接着正色道 说说吧 今天是怎么了 我把白天经历地告诉唐薇 他面色变了又变 到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对不起 为我这些年 听不尽他的劝告而道歉 也为他哪怕如此 也没有怪我而道歉 唐薇运怒道 朋友之间不需要道歉 你要真觉得不好意思 就多吃些 他怜惜地看了我一眼 你这些日子瘦了好多 看着都没之前的精气神了 上个月 宋王和我一起参加一个酒会 他的助理给我送了一条裙子 可尺寸不对 我穿不上 他淡淡地问我了一句 最近是不是胖了 那天之后 我忧心忡忡地去减肥 午饭之后 基本不吃东西 体重虽然下降 损耗得同样还有气色 然而唐薇一眼 就可以发现的地方 宋王整整一个月 也没有看出不同 原因倒也简单 无非就是用心不用心罢了 报复性地吃了炖火锅 桌上的啤酒罐空了五六个 还是唐薇制止我才停下 唐薇准备打电话给宋王 告诉他今晚我住在这里 我伸手组了组 坚决不同意 不要打 我要回去 薇薇送我回去 唐薇向来奈何不了我 他把我送到家 看着我意识还算清醒才走 我就坐在地毯上 等着宋王回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浅浅地打了个盹 被开门声吵醒 宋王见我这个模样 微微皱眉 这么晚了 还不回房间睡 紧接着他用手指挡在鼻子下 什么味道 这么臭 你喝酒了 他依旧像是平时那样 挂好外套 准备去浴室洗澡 而我 突然站了起来 向他走去 我闻见他身上的香水味 这个味道白天闻过 印象很深 我问他和谁吃饭 宋王不想回答 喝醉了的 我却不依不饶 是成双吗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回来了呢 这样 我们还可以一起 为他接风洗尘 宋王看着我 没必要 我正了正 是啊 没必要 他和重要的人见面 带我去做什么呢 我低不可闻地说了句 可我会难过啊 宋王好像听见了 却没有任何反应 仍旧不悦 螺丝粉味道不好 我早就说了 不要在家里吃 还有喝了酒就早点睡 不用等我 我看着他上下唇动 着了磨地去扑了过去 我主动搂住他的脖子 想要亲一亲他的嘴唇 再不济 也可以碰一碰他的脸颊 宋王厌恶地把我推开 冰冰冷地留下一句 苏柔 你喝醉了 我没醉 我倔强地回答 宋王不愿和我争辩 去了客位洗澡 我终于还是没有做到 哪怕特地喝了酒来壮胆 也做不到 明明只是亲一亲而已 我只不过也想 感受一下被喜欢罢了 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宋王换上了睡袍 看也没看我 就去了客房睡 我心头一抽 最终还是无力地回了房间 当天晚上 我做了个噩梦 宋王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我面前 让我签下名字 他现在等来了成双 自然 也应该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这个不合时宜的人 应该立刻消失 梦醒时 天还没亮 我就靠在床头上 坐了很久很久 很多年前 我和宋王关系并不差 他虽然一直不曾接受我 却把我当成了朋友 我也在知道他有了成双这个白月光后 选择默默祝福 他会把自己如何准备给成双 惊喜的过程告诉我 拍上照片 偶尔还有约上我一起去爬山 成双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问我是不是喜欢宋王 我以为我对成双来说是个碍眼的家伙 然而他没有对我表示恶意 也不曾让我远离宋王 光明磊落到我都自惭行贿 后来成双要去法国交换 宋王也申请了一个去法国的交换项目 奖学金足以覆盖学费 生活费 他也早有计划去打工赚钱 那段时间 宋王特别高兴 他说 苏柔 很快我就要和成双去法国了 到时候 我来给你做代购 我只能敷衍地笑笑 却也真心希望他们好好的 再后来 宋王因为一些事 无法赶回学校 杨林他们又都找了实习 因此拜托我帮忙 把资料交到学校老师那儿 然而交换项目公式名单时 上面竟然没有品学兼优的宋王 没了这个的话 宋王其实仍旧可以去法国 只不过没了奖学金 那高昂的学费 对当时的他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宋王只能看着成双离开 他一个人喝了好几天的闷酒 对我也不理不睬 我明白他的难过 所以也不曾打扰 直到我从朋友那儿知道他奶奶生病 家里急需用钱 这才找上了门 我在天明之前反复回顾了一下 这几近十年间 我和宋王的相遇 相识 再到结婚 似乎从来都不曾有过甜蜜 唯有朋友之间的敬重和亲切 唯独没有恋人之间的爱意 我陪他经历艰难的创业初期 一直不曾离开 他为了补偿 终于在创业成功 发家后的第一个月和我结婚 我以为是多年相伴感动了他 但其实只是感动了我 对他来说 这段婚姻是补偿 是公司运营的一部分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领导人 更符合公司发展乃至上市 再也没有一个像我这样不求回报且好掌控的人了 他只需要给一个妻子的名义 我就愿意奉献出所有的一切 可为什么 他就不能心软一次呢 因为这次的失离 宋王让我冷静冷静 他现在忙着公司上市 不想要浪费时间在这种无用的情感牵扯上 然而仅仅是下午 我就看见成双的朋友圈里 他和宋王在西餐厅喝下午茶 虽然配图是他的自拍 和在矿内的一只手 但我依旧从那只手上戴着的表 认出来是谁 那个不想浪费时间 在情感牵扯的人 正在闲适地和成双喝下午茶 他明知道 自己作为旺江的老总 在我仍旧是他妻子时 出去 单独会见成双 会引来记者猜测 甚至让公司发展产生波折 依旧毫不犹疑地选择成双 果然 成双对他来说一直都那么特别 他活跃在公司 活跃在成双的朋友圈 唯独 连我发给他的消息都不愿意回 偶尔回复一句 也只是冷淡至极的一个符号 和一句自己做主 婚纱店的店长 已经和我打过很多个电话了 问我什么时候和宋王去世婚纱 但他好像早就已经忘记了 彼时他刚发家 现金流一直紧绷着 我心疼他创业艰难 主动要求婚礼从简 他感激我的大度 认真说等三年之后的结婚纪念日 一定给我办一场大的 我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筹划 好几次想要找他讨论 他每回当面说着好 知道了 扭头就忘记了 也许他办公室的盆栽 换了他都能够记得 但他唯独无法记得和我有关的事 我和婚纱店店长解释了番 再让其他安排都如期弄好 只不过这一刻的 我却有些兴致缺缺 没有了几个月前的高兴和快乐 有什么意思呢 终究只是我一个人记得 就算我再怎么努力 也比不了成双的一分一毫 这个热知识点 我都刻在脑海里了 为什么还是一次又一次的下意识忘记 觉得自己就会是宋望命里的那个例外 刘夫人他们又组了几次局 推辞了两三次后 我还是去了 总是这样的话不太好 何况刘夫人都关心了我好几次身体了 再不去都要带着医生来读我了 最重要的是 宋望还需要他们各自丈夫的助力 这次是约在一艘邮轮上 原由是孟夫人女儿留学回来 因此举办了一次圈内聚会 孟夫人出生书香世家 家里在艺术界和科研界都有不少大拿 多的是人想要有此连通心的人脉 哪怕只是一次小型聚会 也有的是人绞尽脑汁攀上来 因为从小受家中长辈的熏陶 我特地提前来和他们一起挑选晚上的酒 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和忌口 这些都需要用心准备 孟夫人不停夸赞我聪明体贴 小柔 要不是你已经有了宋总 像你这样的好女孩 我肯定给你介绍些很不错的对象 我笑笑 现在也不是不行啊 刘夫人她们忍不住笑了出声 也遇到 看不出来 小柔骨子里还是这样不羁的性子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种性格 只是和宋望在一起后 我就要时时刻刻为她考虑 去做一些对她有好处的事 却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她的闲内主 顾虑得多了 便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 仿佛早就过去多年的叛逆期 又重新回来 随着时间临近 孟夫人也去招待客人 留下我一人醒酒 等我出去的时候 人已经差不多到了 现场来客都穿着时尚 面上带笑 我目光寻找着相熟的刘夫人 紧接着就看到了众星捧月的宋望 她现在风头正景 因此不少人都争相结识 而在她旁边的是成双 温柔得体的她站在宋望身侧 毫不怯场 诸位 今晚可是孟总的主场 你们再这样 我肯定免不了被怪罪 她声音柔和 提醒众人 刘夫人不知何时站到我身旁 迟疑道 小柔啊 你今天没和宋总说你也过来吗 她怎么没和你一起 还带了程小姐来 我当然说了 只不过送往梅回罢了 我将应道 之前忘记说了 程小姐和我们家 这位是老朋友 在学校关系很不错 这回估计是带朋友过来认识人脉 刘夫人嗷了一声 却不知道信不信 孟夫人的女儿长相甜美 在见到成双后 忽然惊喜到 师姐 成双回忆了一下 也跟着认出了对方 你是科罗蒙教授的学生 小梦 梦一开心道 没想到 师姐你还记得 当初听教授 说你打算回国发展 我还想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结果竟然能够在这里遇见 她傅又打量了夏宋王 八卦道 这是师姐男朋友吗 果然和你很配 孟夫人就在旁边 原本还笑着 紧接着拉住了孟姨 及时道 别乱说话 宋总已经结婚了 宋夫人也在这里 孟姨自觉说错话 连忙尽声 这会儿所有人都在搜寻着我 一下子 大家的目光都会聚在了我身上 我有些不知所措 刘夫人忽然挽着我的手 大大方方地带着我到众人面前 看着孟夫人道 思绵 原本今天我们几个特地穿得朴素一些 免得抢小一风头 没想到 我们还是成了中心点 真是半点不由人 刘夫人家大业大 她一开口 就有不少人附和 我收拾好心情 感激地看了眼刘夫人 宋王站在我身旁 从刘夫人手中接过我的手 一副恩爱的模样 可我突然觉得无趣了起来 不动声色地移了个身子 和刘夫人继续叛谈闲聊 宋王站在原地 眼眸深沉 她大概在生气 我竟然当众这样对她 但那又怎么样呢 每个人都有脾气 这一刻 我真的累到 不想再去演戏了 成双和孟易的导师关系很近 因此偶尔有机会交流 成双也算是孟易一个崇拜的对象 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不少人也开始主动认识成双 宋王也拿出了好同学 老朋友的名义来替成双牵线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 优秀的作品是一回事 好的人脉 同样是一回事 宋王热心的样子 被我尽收眼底 我浅浅地抿了口酒 便借口去洗手间 转而去三楼甲板上吹风 闲湿的海风刮得我脸颊生疼 可我却好似没有感觉 宋王过来了 他猝着眉 不要闹了 我只是带成双过来认识些人 我都能猜到的理由 我没闹 我认真说 宋王不太满意 觉得我这样子会让别人以为我们感情不好 头一回 我没有顾忌地说 这不是事实吗 宋王 我们的感情何时好过 这句话说出来后 我前所未有地轻松了一些 原来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积蓄了太多的怨气 哪怕成双没有出现 这一次的宣泄也依旧会有 不过就是早晚罢了 宋王闻了闻我身上的酒气 沉生说你喝了多少 其实没有多少 一杯罢了 但是有的时候是人想醉罢了 宋王似乎很生气 留了句你最好住一些就离开了 我靠在栏杆上 心想是要住一些 不要真的当众在所有人面前质问宋王 他到底对我有没有一分喜欢 那样的话 孟家会尴尬 宋王会尴尬 所有人都会尴尬 外头实在有些冷 我转身准备回去 就看见了成双 他哀了声 抱歉 我不知道宋王带我来 没有告诉你 更没想到会对你造成困扰 我仔细看着他的眼睛 他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 我只是轻声问道 真的不知道吗 成双敏唇 头一回不再从容 这也算是我和他之间交锋 第一次占据些微上风 原来需要的 只是对宋王不再那么抱有希望 但这无用 他想要说什么 我向前继续走 右手随意地摆了摆事宜 他什么也不用说 因为都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聚会结束前 我和刘夫人他们打了声招呼 接着自己开车离开了 一路上窗户打开 呼啸而来的风让人脸上滚烫 其实宋王对我也曾温柔过 他会在我发愁考试时 给我整理公选课笔记 会在我想要减肥时 盯着我跑步 会在我生日的时候 准备一份自己拼的积木小房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变了呢 从他知道自己不能去法国 而我又在这个时候粘了上去 就是这个时候 他看我的眼神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温柔 我忍不住自嘲地想 怪我太粘人了 而这样的主动 对宋王来说太廉价了 只会对他产生逆反心理 但凭什么 凭什么我的喜欢就是廉价的 回到家 我洗了个澡 也根本没有心思再想任何其他东西 宋王他是回来 还是和成双去玩 去聊天 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关上灯没一会儿 宋王回来了 他进了房间 站在床头 静默了会儿 我刚才等了你二十分钟 我没有理他 你知道那些人刚才怎么看我的 说完 他好似大度到 今晚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他在怜悯我 恐怕心中还觉得这激进服软的话 已经是我的莫大荣幸 我脑子里的那根弦 终于断了 不会再这样了 宋王 再也不会让你为难 让你丢人了 宋王淡淡说了句 知道就好 接着去洗澡 然后去书房工作 晚上睡觉 宋王躺在另一边 我闭着眼睛 潜意识驱使着 我不要往那边靠过去 宋王一直不肯和我亲近 从前我都是厚着脸皮 装作睡姿不好 把腿放在他身上 不时挤过去 偶尔还可以 把手放在他的胸膛 在他没发现时 感受着心跳 砰 砰 砰 宋王的心跳 那时候 我会在心里数着 想着数到一千 或者一万 或者十万 宋王就可以对我敞开心扉 接受我的存在 然而现在 我一点也不像离他太近 没有意义的是少做 做了也只会惹人生厌 宋王难得没有直接去公司 甚至起得比我还晚 他问我早餐吃什么 我想了想 鸡蛋牛奶 宋王不满 不想吃这个 他几乎不在家吃早餐 我便随便垫巴两口就食 想着等他在家 我为他精心准备丰富营养的早餐 那我点外卖 我回答 外卖不营养 宋王有些情绪 那就没办法了 宋王正正看着我 似乎不敢相信 我会这样说 对了 后天有空去试婚纱吗 之前说好的三周年纪念日 举办婚礼 我平静无比地说出了 这三年最期待的愿望 宋王像是还在生气 留了句随你 便扯了件衣服出门了 我慢条丝里地包着鸡蛋壳 并不在乎他的恼怒 我只是在想 只要圆了这最后一次梦就好 那样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很快了 也就几天 宋王离开的下午 就和成双去爬山了 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 身旁又是心上之人 他肯定很开心 是婚纱那天 宋王姗姗来迟 他板着脸 穿着我为他挑选的西装 简单地试了一遍后 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店长有些尴尬 苏小姐 宋先生他 我示意他不要紧张 我和他吵架 现在还在生我气呢 不关你的事 也不是对衣服不满意 店长这才松了口气 试好婚纱之后 我开始最后一轮 核对婚礼的准备 婚庆的方案已经改无所改 酒席的菜品 也都考虑了各地口味 只有媒体 原本想着借着这个补办婚礼的点 再营销一次恩爱 现在完全不必要了 不然之后离开 对宋王公司的名声也不太好 我想了想 干脆把酒席给取消了 仅仅留下了教堂举办仪式这一环节 这已经足够了 就算婚礼能够办得再豪华 再完整 但很多东西却早已经无法弥补 我开始静静数着日子 宋王自从上次吵架后 便一直与我冷战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 毕竟在这过去许多年里 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 我只是看着他 偶尔回想起当初那个因为一杯调酒48 不愿浪费而一口闷了的少年 而后才发现 其实现在已经看不出多少那时的影子了 宋王成熟 冷淡 有野心 他早就变了 我的心情开始变得不错 阳台外的风景都跟着生动了起来 不再死气沉沉 闲下来的时间 我开始主动约刘夫人她们吃饭 和宋王分开之后 没了旺江集团宋夫人这个名头 再想和她们吃饭 恐怕会变得难了 而且 在这几年相识间 她们的确很照顾我 刘夫人看我心情这么愉快 只当我已经不在意上次的事了 这才打趣道 小柔请吃饭 那我们可不能轻易放过你了 我笑着回道 放心 我的小金库还是充足的 一顿饭吃得特别快乐 聊了几近两个小时的八卦 把本事那些老总家常里短的传闻 都聊了个遍 分别时 我主动挽着他们的手 姐姐们 要好好的呀 孟夫人眼神诧异 不过什么也没有说 等到他们走后 我开着车上了森林公园 观景台那儿还有不少人 大部分还是情侣 我靠在围栏上 俯瞰着这座城市 万千灯光亮着 带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震撼 天空之上 天空之上 星星被灯光映射 浅浅地看不清楚 我好不容易才在那黑幕之间 找到了北斗星 我曾经和宋王告白过一次 在那最困难的六年 我把它比作是北斗星 能够一直给我方向 让我不至于迷路 现在终于不需要了 没了北斗星 还会有手机导航 人怎么会因为 没有一颗星星就迷路呢 星星和人生活在宇宙的两端 从来都不是 没了谁就不能生活的存在 明天就是三周年纪念日了 也是解脱的日子 待在观景台上看一晚上 星星的愿望没有完成 因为半夜下了场大雨 我躲在车里面 听雨水敲打玻璃的声音 有人给我发了条消息 我打开手机 是成双发的 他发了一个视频 视频中 宋王头发湿漉漉的 穿着浴袍 视频没有声音 但这也足够了 我在车里坐了一夜 没有急急忙忙打电话质问 第二天 我取消了教堂预约 赔偿了一笔费用 将这已经裁剪过的婚礼 给彻底结束 宋王打电话给我 问我在哪 他现在过来 我轻松道 不用了 宋王 婚礼取消了 他盛怒道 这样的大事 你为什么不提前和我商量 大事吗 我以为你从不在意 宋王不满 苏柔 你最近是怎么了 之前你从来不这样的 你要是还在为成双的事情不开心 我可以解释 我早就没了听那些东西的心思 我静静道 宋王 从前的我就像踩在溪上的青石 我想 哪怕河流在湍急 只要我慢慢挪过去 我就可以走到终点 后来我才知道 溪水的尽头是河流 河流的尽头是山海湖泊 这本身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比赛 就这样算了吧 宋王 我实在是追逐不动了 我让他现在去公司找法务 曹你离婚协议 我分文不要 只想要尽快离开 他要是担心影响公司上市 那可以隐瞒离婚事实 这点上 我绝对会守口如瓶 宋王似乎没反应过来 好一会儿才咬着牙 守口如瓶 苏柔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他生气是应该的 毕竟公司上市在即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宋王 念在我帮你的那六年 全了大家的体面吧 直接一纸协议 再去民政局 不用闹得人尽皆知 也不用损害彼此的颜面 这样很好不是吗 我自认为他应该是满意的 只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 等到他的理智 和对成双的爱 重新占据头脑时 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 答应我的这个请求 那个离婚协议 曾经我觉得是噩梦 谁知道反倒是我主动提起来的 我甚至觉得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大事 生老病死 起起落落 不过就是一时的分分合合罢了 宋王 你在哪里 当面和我说清楚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牵挟一时找我就行 宋王几乎是下意识地说 你想要净身出户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资产是多少吗 你知道你不要的那笔钱值多少 我想也不想到 我知道 以亿为单位 甚至可以我几十辈子不用上班 可是宋王 你以为我和你在一起 是冲着你的钱吗 我陪着他经历六年低谷 捡垃圾 做苦工 从我爱上他的那一刻 我的脑海里就只有他这个人 也许是这个电话中被反驳的次数太多 宋王脾气上来了 他很少这样 虽然听着冷静 实则已经在暴怒边缘 我无所畏惧 因为我也捏着他的软肋 只要我爆出昨晚的视频和我和他感情不合 一定会对他们公司上市有影响 宋王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应该明白什么叫最优解 我住进了唐薇家里 像个米虫一样等他上班 然后下班 然后给我煮饭 这一次 我终于可以交任务了 快夸夸我 我满心欢喜地等待唐薇的夸奖 他看着我 然后伸出手抱着我 拍了拍我的后背 想哭就哭吧 没有什么的 我以为我真的不难过了 我说出了那样决绝的话 我终于可以坦然面对宋王的不喜欢 但唐薇感受到了 怎么可能不心痛呢 就算是院子里长出的一丛杂草 陪着度过一个夏天 在他枯萎的时候 人都会感慨生命的脆弱 时光的无情 更何况是和喜欢了整整十年的人告别 我哭了很久很久 难以抑制 唐薇抱着我说 有时候我在想 每个人这一生都会经历一个结 谁也无法躲过 你的结就是宋王 但是幸好都过去了 是啊 都过去了 我扯了扯嘴角 尽量让自己笑出来 只是度过这一结 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好在一切重头来过 二十九岁 在人生这一段路上 仍旧站在前段 还有余力去选择将来的生活过得如何 宋王迟迟没有找我 也许是在等我主动认错 但他这次估计要失望了 我开始纠结起了接下来的生活 该找什么工作 该抽个空回家 该吃一些因为宋王不喜欢而没吃的东西 唐薇在安慰了我两日后 见我精气神恢复过来 开始找我要生活费 我打开支付软件 薇薇 我是净身出户 唐薇咬着牙 没出息的家伙 早知道你是穷光蛋 我就不收留你了 他说得十分有气势 可晚上又任劳任怨地 煮了我点名的肉蟹包 送往海鲜过敏 我也很久没吃 这会儿终于可以享受美食的快乐 吃到一半的时候 门铃响了 唐薇去开门 炖了会儿 傅又喊道 柔柔 宋王来了 我呕了声 擦了擦手上的酱汁 走到了门口 宋王穿着西装 青色的胡茶 在他下巴上挂着 他冷着脸 苏柔 够了美 没有温柔劝说 只有不耐烦的命令 宋王 好聚好散懂不懂 我低着头 看着穿着拖鞋露出的脚尖 默然道 宋王拒绝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我要是同意了的话 那就彻底没有了反悔的余地 他色力内忍 看来失去赔了十年的人 还是对他造成了影响 却也仅此而已 我浅浅道 我不会反悔的 宋王转身就走 下楼 背影萧索 好像真的很难过 但那又怎么可能 我回到餐厅 继续大快朵仪 唐薇也跟着没有提起这个 吃完之后 我们一起打了会儿游戏 因为技术太菜 而被满语音的骂 期间 我一直都很平静 平静到宋王约我去签协议 我这才终于走出唐薇家 成双也在宋王家 且在为宋王煮早餐 种类丰富 我耐心地在旁边等着 看着成双细心地 给宋王打领带 协议呢 我问 宋王不耐烦地去书房 找出了一份文件 扔到了我面前 我看了看条约 只要签下这个 我就和宋王没有任何关系了 包括他的财产 宋王看着我 成双亦是如此 我反倒被看笑了 放心 我这不是已经在成全你们了吗 签名这个很简单 我拿着属于我的那份起身 然后让宋王和我一起去打离婚证 宋王铁青着脸 许久没有说话 我叹了口气 成双 宋王 很久以前 我就该祝你们幸福了 好在现在也不晚 我不怪成双 在我和宋王还未离婚的时候 和他旧情复然 因为这没有意义 倘若宋王没有心思 他们也不可能 这种事情怪谁都没有用 只能怪我和宋王没有缘分 强行撑了这些年后 终于可以放开了 一切都将回到正轨 包括我对宋王不该生出的爱 临出门前 宋王突然问 苏柔 你真的要离婚 我没有回答 因为这是已经结束了 早该结束的 宋王虽然和我签下了离婚协议 不过该有的应酬 暂时还无法走脱 他要是现在光明正大的 带着成双站在人前 那才真叫奇怪 三周年纪念日后的第三周 有一档综艺节目 要来本事录制一起 宋王发消息 让我和他上节目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些酒局宴会访谈节目 也就算了 这年头 还有综艺请大公司老总上 非你莫属这类节目 应该也不至于 还要求家属一起上节目吧 我回了句知道 没有去问他综艺的情况 只在约定的时间 抵达了录制地 彭来温泉度假村 到那之后 有工作人员会接待 我才知道 这档综艺的名字命中注定 简而言之 这一档CP类恋爱综艺 综艺嘉宾会在度假村内 度过两天 而我和宋王 以及另外几个艺人 在棚内通过观看直播分析 看看他们之中 谁能够在这一期 选出自己的命中注定 这档综艺的冠名 让我理解了 宋王被邀请的原因 大概是公司投了钱 然后制片组觉得 宋王与我 还算符合这个恋爱人设 因此邀请 节目嘛 量至少 而且能够傍上资方 何乐而不为 可惜他们想错了 我和宋王已经一刀两断了 我在酒店内休息 没一会儿 宋王来了 他面无表情 我躺在阳台的躺椅上 打了声招呼 他没回 我也乐得自在 分房间睡 自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也没必要 曾经合法夫妻 都没有过亲密接触 现在离婚了 更不必担心 只是两个人这样僵着 也不是个事 我想了想 却没有找到什么话头 他不记得我的喜好 自然 共同话题也很难找出来 总不能拉关系到十年前 大学时期的那些事 拿来炒冷饭 你和成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我最后蹦出了这句话 宋王像是被电了一样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我没反应过来 我这是触碰到了什么禁忌了 宋王干巴巴回答 我和成双没有什么 都已经这样了 还要掩耳盗铃 我还是头一回知道 他是这样的性子 干脆懒得理会 第二天 嘉宾们这次是第三期录制 没有多少声书 该有的目标也都有 约等于一群人 正在度过暧昧期 其中一个北大男生 和一个视频博主很有默契 不过两人性子 都有些沉稳内敛 总是点到极致 不敢表明心意 看得其他几个艺人摩肩擦掌 恨不得亲自撮合 综艺的主持笑着说 宋总 你和宋夫人恋爱 是什么样子的 要是换做事 你再参加这个节目 你会怎么做 宋王看着我 眼神温柔了下来 我和小柔在恋爱期 好像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 不过她很关心我 只要我一个眼神 就明白我想要什么 和她相处 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至于第二个问题 如果是我的话 肯定会把对方约出来 然后直接表明心意 主持人和其他艺人 都在夸赞宋王 还真是直来直往的作风 只是这恋爱可不是谈生意 总要来点浪漫才行 宋夫人你觉得呢 我跟着笑道 没办法 谁让我摊上了这样的一个人 宋王全程一直在看我 我也看向她 在装作和宋王恩爱这方面上 我自信经验丰富 不弱于任何人 而后 我一直在认真的看着直播 年轻的嘉宾们小心试探 创造浪漫 有双方都有意思的 甜甜蜜蜜 也有多线关系 哪怕回应不好 仍旧想着如何去改变关系 年轻真好啊 有爱的勇气 和百折不挠的意志 第一天的录制结束 制片组喊上大家去泡温泉 我和宋王进了一个私汤区 宋王在里面泡温泉 我在一旁刷手机 这里的温泉挺不错的 冷不丁 宋王说了句 下次你可以带成双来 我回了句 宋王就不说话了 他身上气压似乎低了下来 我缩了缩肩膀 出去买了份热咖啡 成双刚刚给我发了消息 问我宋王在做什么 怎么不回消息 他这番话宣示主权的味道很重 我毫不在意 他在呼吸 我怎么知道 他为什么不回你消息 我逛了逛周围 还遇到了其中两位嘉宾 男生似乎在和女生约好看星星 其中一人还在认真的讲解星座 我笑了笑 心到这样子 可不会追到女生 但我也很羡慕能有人这样子笨笨地追逐 第二天录制很顺利 晚上有一个小酒会 我借口身体不舒服去到湖边散心 这次之后 我会让宋王不要答应其他的邀约了 最起码这一类型的不要 免得我和宋王破坏了这类恋爱综艺的风水 从来没有爱过的人 何必上这种恋宗 至少 我是真心希望他们之中有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湖光山色 风景宜人 我安静地思考人生 从大气层的到陨石 再到蚂蚁搬家 宋王竟然还能找过来 对不起 苏柔 宋王道歉了 我几乎要以为听错了 然而看着他的表情 我知道没有听错 我有些异性阑珊 要是这句道歉 可以早一点 再早一点就好了 那时候我的爱意不曾消磨干净 些许的温暖 就可以重新升起爱意 现在不行了 被冰水浇灭过的炭火 再想燃烧 没有这么简单 不需要了 但我和成双没有什么 真的 我不愿意再去争辩这个 只是把和成双的聊天记录给他看 视频你自己看看 宋王脸白了白 傅道 视频关了声音 那天其实是我和成双避雨 恰好酒店只有一间房 我们身上又湿了 可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做 宋王的解释太过苍白 因为他和成双 为什么会淋雨 他还没说 我并不是因为成双 才决定和你离婚的 宋王 你现在只是觉得我离开了 对你公司有影响 再加上习惯作祟 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时间会磨平一切的 再过几个月 或者半年一年 你可以和成双以另一个形式 出现在人前 他也会为你养成新的习惯 宋王摇摇头 苍白着说 不是的 这不一样 你和他不一样 我点头附和 我当然知道不一样 你们互相喜欢 我是无关紧要的路人甲 宋王 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你应该知道的 这些年的相处 才是我们分开的原因 是啊 你的确没有亲自拿刀戳我 可你这些年对我的伤害 和用一万把刀 在我身上割肉放血 有什么区别 年复一年的冷漠 日复一日的疏离 这才是不爱的真相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成双 我本来就知道 所以浪费的这些年 便是我该付出的代价 我真的能接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背过身 看向湖面 不去看着他 我们之间的距离 在这一下被隔开了很远 宋王说 我知道我错了 我现在后悔了 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回答 宋王突然说 我知道我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但是当初我申请出国交换 你 他言语未尽 令我奇怪 出国交换那件事怎么了 我记得是我帮你送的材料给老师 宋王声音极低 我后来去找老师问了 送去的材料里少了关键的几张纸 可我明明记得当时是全的 他像是在和我说 也像是自言自语 仿佛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都犯过错 那就互相抵掉行不行 以后重新开始 我愣住了 我站在原地 艰难转过身 气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 只能颤抖着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我为什么会遇见你 你以为是我不想你和成双一起去法国 所以把你的资料给漏掉几页 宋王不解地看着我 看着他的表情 我哪里会不明白 原来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认定我是破坏他出国的元凶 是造成他和成双感情无法存续的祸首 难怪那时候他对我忽然冷淡了下来 不愿意和我交流 万千情绪交织 我仍旧难以平复心情 颤抖着道 宋王 你太过分了 不 不是你 宋王呆住了 此刻我像是被钓上的鱼 无力地挣扎着 所以你是想报复我吧 想要看见我 因为和你在一起而开心 却始终被你冷暴力 遭受你那异于言表的憎恨 这十年 我以为是陪伴 是尽可能地温暖你 谁知道 原来对你来说 不过是和仇家互相折磨 煎熬共存的一生 宋王你真狠 我看着他的眼睛 想要从他的眼珠里 看穿这十年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 就算是杀人犯 也要给他辩解的机会 也不应该一句话不说 就直接下定论 甚至连小孩子遇到问题 都会想办法解决 求证原因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问我呢 我会和你解释 找到证据 让你相信我 我疏柔 敢做敢当 纵然喜欢你 也不会做那种龌龊的事 我反复在质问 为什么呢 这句话同样是在问我自己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子 用自己来实行报复 我以为他只是不喜欢我而已 可原来在最初 他就已经把我打入了18层地狱 哪怕我这么多年的陪伴 照顾 对他来说 也只是作秀罢了 心脏不停地在抽痛 我拿出手机 磕磕碰碰地打给唐薇 泪水早就已经铺满了脸颊 宋王不喜欢我 宋王折磨我 这些我都可以忍受 可是凭什么不相信我 就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就值得被怀疑吗 喜欢一个人是我的错吗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喜欢上了宋王罢了 宋王终于明白 他刚才说的那句话 对我来说伤害有多大 他在生意场上的利益交换 使得多了 就以为可以用我们的过错 来换取一个停战 但是直到这时 宋王才明白 他到底在做一个什么的交换 他把我的一片真心 踩在了泥潭里 踩碎了不够 还要再拓上一口 斥责他的不纯洁 辱骂他的斥诚 宋王 你对我公平吗 我终于再也撑不下去 意识昏迷倒在了地上 宋王焦急地想要抓住我 然而在昏迷前的那一瞬 我用手使劲甩开了他 滚 浮浮沉沉地掠过过去十年 这一次 我用另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 我看到了宋王 不是因为利益 也不是补偿 而是快要溢出来的怨怼 以此来问我要不要成为他的妻子 我和宋王相识十年 其中他恨了我快九年 真是好笑 就是这样的仇人 偏偏我们成了本该亲密无间的夫妻 清醒之后 我就看见唐威守在床头照顾我 他欲言又止 我也终于找到了依靠 把梦中看到的那些景象告诉他 威威 我做错了什么 唐威眼眶红着 一遍遍地告诉我 我没错 喜欢不是罪 宋王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他捧着树花 唐威看见他便冲了过去 几乎没有考虑 就扇了他一巴掌 你还有脸过来 我们家柔柔这么好一个人 陪着你这么多年 你凭什么这么伤害他 你有什么资格伤害他 宋王站在原地 接受着唐威的结问 他偏过头 看向我 我躲在被子里 不想和宋王有任何接触 唐威不让宋王进来 宋王只能站在门口说 他愧疚道 我错了 我现在才知道 当初那份材料是成双弄丢的 他和我解释 然而我也无所谓了 是不是成双因为私下谈了男朋友 打算一起去法国 不想让宋王碍事 这才找机会弄漏资料 也无所谓了 他和任何人 要去做任何事 都不应该和我有关 一切都够了 医生说我 虽然看着没事 但是心情不畅 心思愈结 各项指数都有些一半 最好还是在医院住着 唐威还跟着帮腔 劝我在医院好好休息 没想到我 答应得如此爽快 唐威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公司领导已经很有意见了 我让他回去 不用担心我 我没有多大问题 能吃能睡 还活着 这就已经很好了 假期最后一天 唐威抱着我说 柔柔 我还在 我笑着回了句知道了 之后 我一人住在病房内 很是闲事 看看窗外的花 以及楼下散步的代爷大妈 护士来打针时 叮嘱我不要睡着 记得按铃 当然了 他们也会看着时间的 我答应得很爽快 却没想到 最后还是睡着了 不过当我醒来时 针已经患了 护士后来和我道歉 他那会儿给另一个病房的患者帮忙 耽误了时间 幸好有人按铃 不然就出问题了 我连忙说没事 不用放在心上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也没力气阻止 后来又有好几次类似的情况 一觉醒来 床头会有新的花 削好的水果 和高级料理 又一天 下午 我睡了个午觉 不过不太时 因此在送往来病房时 逮到了他 他手上拿着新鲜的花 像做贼一样 捏手捏脚的 抱歉 他非常忐忑 是不是我吵醒了你 我这就走 他匆匆要走 临走前把花放下 我喊住了他 宋望 他待在了原地 眼神黯淡 我们聊聊吧 你最近怎么样 宋望有些惊喜 连忙回答自己很好 哪里好得起来呢 这些日子不见 他瘦了许多 脸上的胡茶都没时间打理 从前一丝不苟 在着装上有所要求的宋望 竟然允许自己的衣角上还有污渍 这些天我都想过了 现在既然事情已经说明白了 那就好了 你看 我们也算年轻 还有很多选择 不用再诱于当初的事 我们就把这件事都过去了行吗 宋望正正地看着我 摇摇头 他眼眶红着 眼眸暗淡 我不想过去 我想和你继续在一起 他愧疚万分地提出这个要求 渴望得到我的怜悯 我同样摇摇头 宋望 不要再折磨我们自己了 第十年了 该满意了吧 就算我曾经犯了天大的错 这十年折磨也该还清了 我求你了 就让这恨意到此结束 从此 我们俩都可以轻松一些 宋望急忙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 可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俩都被困在了彼此的城堡中 我以为 时光会让我们越来越近 可那都是以为罢了 从今以后 就不要再这样了 宋望 不要再来找我 这十年爱恨 到今天画个终点 我侧过身 躺在被子里 下了逐客令 宋望终究还是出去了 出去前 如果可以 真希望可以重来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逢年过节有一句问候就罢了 而不是像这些年一样 被恨意所裹挟 我说得轻快 尽量为我和宋望之间留下一个体面的结局 宋望出了病房 而后 一道难以克制的哭声从外面传来 泪水冲出眼眶 浸湿了枕头 无声地回应 我出院了 精气神都很好 唐薇甚至担心 我是回光返照 还要拉着我去检查 我只得在他面前蹦蹦跳跳 证明自己 这才让他放下心来 与此同时 我告诉他 我还是没有想明白做什么 过去这些年 我的目的太专一 以至于让我都快忘记自己 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东西了 不过现在我也有了安排 第一站就是回家 我在家待了一个礼拜 随后换上了轻便的衣服 提着一个小的行李箱 踏上了去西南山区的绿皮火车 下了火车后 又转了县城公交和城乡公交 在坐着朋友安排的小三轮 这才跌跌撞撞地到了目的地 石塘村小学 大学时关系不错的朋友 在这里当校长 尽管这个小学 只有一栋两层小楼 房顶路着 窗户用了报纸封起来 王学义吹了声哨 让同学们自由活动 接着 他跑了过来 苏柔 你真的打算在这里做老师 我听说 你现在不适合颂望他 我笑着道 学义 你什么时候也八卦了起来 怎么 你是觉得我做不了一个老师 王学义搓了搓手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你也看见了 我们这里条件艰苦 你家境太好 我担心你吃不了苦 放心 至少这一年半 我不会离开 说到这里 我不无佩服道 我也想向你学习 王学义摆了白手 什么学习不学习的 来了这里就是一家人 那你今天能上课吗 正好 二三年级的语文和音乐空着 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拎着行李 去了学校宿舍 说是宿舍 其实就是小平房 里边勉强算得上干净 不 蚊虫什么的不少 还是学校里的学生 拿着扫把帮我清理的 看着我因为虫子 杂杂呼呼的模样 学生们都笑了 胆大的男生还说会保护我 让我不要慌 我被他们脸上的朝气和稚嫩影响 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老师就拜托各位了小英雄了 在这任教三个月后 天气转冷 王学义高兴地和我说 学校来了一个赞主 说是要把学校的一些设备都换新 甚至每间教室装上空调 电费甚至都承包了 真是大善人啊 我笑笑不说话 后来 冬至的时候 学校食堂煮饺子 大厨就是王学义 附赠了我这个包饺子新手 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在我旁边闹腾 比着谁的饺子好看 忽然 有学生说 苏老师 外面一直有个人在看你 你认识吗 我放下饺子 看见食堂外面 一个高大青年 站在寒风中望着这里 却不敢靠近 我轻声说 对 是老师的一个朋友 男生问 男朋友吗 我摇摇头 没说话 而后饺子熟了 我寻了一个干净的不锈钢饭盆 装了一些饺子 让班上的体育委员拿出去给外面那人 同学们奇怪问道 老师 为什么你不和朋友见面聊天呀 现在也没在上课呀 我轻声道 因为朋友之间不一定需要见面 有的时候 见面不如不见 他是江上清风 恰好被我遇见 是我罔顾自然 把他禁锢在身边 现在好了 清风无拘束 我们也不用再相见了 宋望 愿你我接好 翻外 不见 宋望失落地从办公室回来 他确认 自己真的和这个出国交换项目失之交臂 老师让他不要气馁 以他的成绩完全可以选择保研 将来发展并不一定就差 然而只有他知道 他难过的是 无法和成双一起去法国 成双安慰他 约定几年之后再见 宋望苦笑着附和 却并不看好那虚无缥缈的未来 他让成双好好的在法国发展 遇到好的男生 不要错过 把一切安排都紧紧地扣着 慢慢地前进 这才是他的风格 他去买醉 遇到了苏柔 苏柔担心他的安全 一直护着他 恍惚间 宋望觉得 再合适的人都不一定会在一起 那么看似不可能的两人呢 也许会合适 他的确想要试一试 人心都不是铁打的 苏柔的喜欢和尊重 都让他觉得 生活并没有他走过得这么苦 他们的家境 他们的过往经历 都不应该在21世纪 成为阻碍相爱的羁绊 宋望把心思藏在心里 决定选一个好日子 认真的去同苏柔告白 这是他对苏柔的尊重 一周之后 宋望和苏柔约好吃饭 那会儿 杨林把从学校那儿退回的材料 交到了宋望手中 他只是随意地翻了翻 却发现当中有好几张重要的材料有遗漏 学校不可能扣着不放 他也问过杨林 对方肯定自己绝对没有弄丢其中的东西 宋望不可避免地想到了苏柔 他的好朋友 即将告白的女生 会不会是他 他的喜欢明晰 清澈 也许 也许就是他因为喜欢自己 而做出了故意地破坏资料的事 宋望不敢去想 也没有力气去询问 他害怕这个结果 如自己设想的一样 他害怕面对 也不愿意失去 他躲了起来 漠视苏柔给予的所有善意 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相依为命的奶奶生病 急需一大笔钱 他借不到钱 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苏柔的元首 他知道苏柔家境很好 那些钱算不得什么 可他不敢 害怕因此和苏柔扯上关系 宋望用积蓄租了辆三轮车收费品 作为启动资金 他想过很多办法 这是最直接且可以用体力换取金钱的方式 付出的 只需要自己的面子而已 酷暑时 走街串巷 偶尔因为要赶时间上课 他只能简单地清洗一下就去上课 同学们表面不说 但所有人都默契地把最后一个角落让给了他 一天 苏柔过来找他 想要帮忙 他们站在后门 教室里 几个人正在发牢骚 嫌弃最近教室里常出现的臭味 以及对某人言语间的轻蔑 长得好看 学习好有什么用 等到毕业了 还不是要从零开始 甚至过得更艰难 你们不知道我今天一直在憋气 差点呼吸不过来就走了 哈哈哈哈 宋王和苏柔听见了这些话 他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尽力的维持的平等 似乎都在这一瞬间破碎 他对着苏柔生气 让他不要缠着自己了 他把这一切归咎于苏柔 如果不是他的破坏 也许他拿到了那个交换项目 也许他会在回家报喜的时候 让奶奶注意安全 不至于因为下地种菜而摔进坑里 宋王知道 他这样的责怪很没有道理 可这却是维持自己自尊的办法 一切都是有人在破坏 他把苏柔定义为这个人 想办法去讨厌 去冷落 然而不论他怎么对苏柔 苏柔总是那样 做得无可指摘 关心他 帮他 在大夏天 马路上 直接伸手开始奋茧 早就发臭的破烂 但是苏柔再是这样 他便觉得 对方是因为愧疚 因为破坏了自己和成双的未来 他不去问 也不想去问 一段时间后 他漠视了苏柔的帮忙 看着曾经娇气 温柔的人手上长出茧子 因为身上的味道 而和他一起被指指点点 宋望觉得五味杂然 他好像做错了一件事 然而这一刻 他却无法将这件错事纠正过来 他享受着苏柔的温暖 只需要回忆一丝可有可无的回应就好了 就这样 六年过去了 宋望和苏柔的位置彻底地定型了 他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对方的照料 用自己觉得会让对方难受的方式来伤害苏柔 不过 他还是决定和苏柔结婚 用公司需要一个生活和谐 幸福美满的领导来作为借口 那一刻 看着苏柔惊喜万分 几乎掉下泪水 宋望觉得自己心绪有些难受 他讨厌这样的自己 但是他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只要不去摊牌 不去把过去的伤疤扯出来 他们就可以是夫妻 可以睡在一张床上 保持现在的和谐 他以为这样子可以永远地过去 等到他心里化掉过去的仇恨 等到他想到办法改变 可一切好像晚了 当他因为害怕失去苏柔 而用这个秘密来作为交换的时候 他知道 自己和苏柔的关系彻底地万劫不复了 他轻视了苏柔的喜欢 把一切的不公放在了他身上 拒绝听对方的辩白 却没想到 苏柔的一片赤诚 已经被他踩在了脚底 遭受了十年的漠视与践踏 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他听到了苏柔坚定的那声滚 他无可避免地恐惧了起来 茫然了起来 原来 原来苏柔被他伤害得这么深 他这些年 到底在做了些什么呀 他明明爱苏柔 想要和苏柔好好地度过余生 可为什么 他会把一切都搞成这个样子 就因为那狗屁的自尊心 他把苏柔伤得体无完肤 宋望心想 他是个罪人 苏柔到底有多好呢 在失去的这一刻 宋望才知道这个答案 苏柔就是他的一部分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现在 这一部分就要离开自己了 没有人可以拯救他 曾经拯救过他一次的姑娘离开了 宋望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弥补了 他也不奢求可以和苏柔在一起 只要能够远远地看着就好 就像苏柔和他说的那样 做回朋友 做一个无法见面的朋友 只是他始终觉得愧疚 因为苏柔心上的伤疤 可能永远也无法愈合 宋望只能一次次地去庙里祈愿 愿万般罪孽尽尽归我身 只求柔柔 此生皆好 而他 沉沦地狱 再不见世间天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